嗯... he 死了 视频中被KO不甘心 疯狂怒火的是唯一称霸过K1世界玩者的中国人魏瑞 他曾经在日本K1擂台上一碗连胜三名对手 并且在夺冠后志毫的说出 世界各国各地都知道中国功夫 直到这场比赛为止 魏瑞已经保持惊人的33连胜 从没输过给日本拳手 然而这场比赛 他的对手朴布公野 也是当时日本派出的最强选手 然而这场实力相当的比赛 赛事方也是让魏瑞 在极度不公平的比赛规则下进行 最后还被KO 那么这场比赛 也是有很多朋友质疑 到底是他既不如人 还是日本赛事方的阴谋呢 好的我是格德小谭 那么今天小谭 大家一起来回过魏瑞职业生涯 唯一输个日本人的这场比赛 时间回到2018年的3月21日 魏瑞作为当时的卫冕冠军 迎战日本派出的最强选手朴布公野 而此时朴布公野 职业战绩是47胜8负10次KO 尽管战绩不算耀眼 但作为二级赛事跨时 一直打上K160公斤冠军的他 势头相当凶猛 而此刻魏瑞自成转战到K1 就成为残过败计 套着神鬼莫测的巴西处 就在八人赛中一晚连胜3名对手 更是在当晚展示出了 国内选手的真正实力 当时正处于巅峰撞的他 以及保持着33战连胜 对阵日本选手更是6胜0负4次KO 因此这场比赛正常情况下 魏瑞是占据着绝对优势的 然而就在赛前因为重感冒减重失败 被赛事方进行严厉的处罚 除了扣除分数和20%的出场费以外 就算赢了比赛 金腰带也要直接被收回 很明确就算他赢了比赛 也只能把金腰带留在日本 但是不仅仅如此 他还要使用更厚的拳套 然而当时的魏瑞已经是重感冒的状态了 要用更厚的拳套完全就是给了对方很大的优势 然而就在这种不公平的规则下 魏瑞依然还是选择参赛 好的现在就让小唐带大家一起回到比赛现场 来看一下魏瑞当时的状态以及实力 好的现在回到比赛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裁判将双方选手召集到擂台中间 开始讲解比赛规则 而红方选手则是我们中国号称妖刀的魏瑞 而南方选手则是他今天对阵的选手 瀑布公眼 可以看到这是一场非常不公平的比赛 这边的裁判也是给魏瑞提的要求非常多 并且在拳套上面 魏瑞他的拳套要比这个瀑布公眼要厚一些 所以在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中 对于魏瑞的实力展现可能难度要更大 但即使这样 我们的中国勇士魏瑞还是继续选择参赛 可以看出魏瑞对这场比赛胜利的渴望 因为本身这场比赛的规则对于魏瑞来讲就非常的不利 而且由于赛前的感冒也是导致这个状态非常不佳 更气人的是还被赛事方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出场费扣了20%不说 而且赢了比赛金药袋还不能带回中国 只能留在日本 正是这样的一场比赛也是引起了全球格斗迷蒙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场比赛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比赛开始 让我们一起回到赛事中间 好的 非常漂亮 我们看到比赛一开始 魏瑞就努力的让自己进入状态 非常主动的发起攻击尝试压制对手 我们从画面中来看 魏瑞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感冒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感冒给他带来了不仅仅是胖罚 不管在力量还是命中率和距离感上 好像魏瑞都是降了几个等级 好的漂亮的换拳低扫 可以看到瀑布公野的防守动作也是做的非常不错 而且快速的进攻也是更加的有节奏感 好的前手试探扫踢 瀑布公野动时也是逼近了 反踢非常明显 双方选手在战地上的话非常喜欢拼腿吧 继续前手拳试探 向前压进 大家明显状态不是很佳 这边的瀑布公野 我们看到非常灵活 一直在后退寻找机会 而且距离上面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瀑布公野控制的非常好 我漂亮的换拳 这次的换拳我们看到是非常的有力度 如果也有一个反推 我们看到这个对了在严重感冒的影响下 我们看到脚步现在是有点飘 其实从这个魏瑞在征战日本的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虽然说是严重感冒 但是我们看到魏瑞最擅长的还是腿法 因为在前面的几场比赛 魏瑞的腿法也是展现的淋漓致敬 之所以要被称之为妖刀魏瑞 因为他的腿法真的确实像一把脸 也不会认为了 像这一个就有点缺写的 在刚才能试过的 《具体的境界》 我们看到这个回想 不是扣当中的 我们满过的 我们说那边的 那边的 我们就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现在很明显可以看出 魏瑞的脚步非常的摇晃 状态不佳我们看到 哇漂亮连续的左右放拳 我们看到这边的瀑布也是进攻更加卖力 哦漂亮神龙白尾 可以看出魏瑞的状态极限下滑 这一招白腿我们看到是显得柔绵无力 而现在的瀑布我们看到在反手上 根本就不需要消耗多少的力气 就能顶坐这个魏瑞像喝醉酒一般的这个进攻 边腿我们看到踢的魏瑞也是往后退 可以看到魏瑞的状态已经下滑非常严重 但是仍然保持这个主动进攻 这样的打击我们看到 好像对于瀑布没有多大的一个杀伤力 进攻节奏控制的非常好 就是力量稍微差了一点 我们看到在状态上也是极限下滑 而此时的瀑布我们看到精力万胜 我们看到进攻非常的有节奏感 而且非常的干脆有力 可以看到现在魏瑞的步伐也是变得越来越沉重 而这边的瀑布我们看到也是看出了端米 一直向前压近了 但即使这样我们看到魏瑞还是保持持续进攻的热度 会让对手有机可乘 哇漂亮一记后手拳打倒 魏瑞倒了 我们看到裁判连独秒都省略了 直接宣布比赛结束 可以看到倒在地上的魏瑞是心有不甘 很想站起来再站 此时的瀑布也是马上冲上擂台 兴奋的对视着观众大喊大叫 而此时对于瀑布来讲 打败一个连续横扫两个级别的世界冠军 非常的牛 但这场比赛的结局 是否从一开始就已经写好了 也许魏瑞本身就知道胜算不高 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所以才会这么的不甘心 也许就像这样站在擂台上怒吼 才能释放他的心中不甘 33连胜被中解 对战日本选手不败被中解 也许这都是他的痛 但减重失败确实不是选手的错 但对于这样的严厉惩罚会不会太过分 对此各位观众怎么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好的 最后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全民以及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是格斗小谭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